据带你关心 这个月中一名女子拿着50万元到台北间邮局存钱 却被邮局人员发现 一大跌的钞票当中 只有第一张是真钞 其他全部都是玩具钞 当场报警逮员 而这名女子事后声称 这些玩具钞不是她的 她只是要去帮一名 没时间到邮局存钱的网友存钱 还被警方从身上搜出了400多万的假钞 警方怀疑女子疑似被不法集团当成白老鼠 想测试这样的做法能不能骗过金融机构 目前也在扩大追查 写存款单拿着现金到邮局柜台办理存款 但却有一名富人带着玩具钞想要闯关 当时女子带着一大跌钞票 想要到邮局的柜台存款 但里面就是真钞钞混在一起 一招给柜台人员时马上被试破 这个月16号一名女子拿着50万元 到台北的北门邮局 想要把钱存到另外一个账户 但因为整跌钞票只有第一张是真钞 其他全部都是玩具钞票 立刻被柜台人员发现报警逮人 警方到场之后 还从女子身上搜出400多万元的玩具钞 以及20多万元现金 女子事后公称 她是帮一名网友到邮局存款 强调她不知道里面有假钞 是无偿帮忙 但因为女子始终说不出对方的真实身份 细节也无法交代 仅仅不排除她有收受酬劳 虚后一诈其最嫌将女子送办 这个案子就是因为她存款数额蛮大 那我们行员发觉这个不对劲 就马上跟后县主管这个报告 那后县主管就马上通知警方来处理 一般来说不管是小额存款 或者是数十万元的款项 柜台第一线人员除了会初步检视 也会再用验钞机确认 一旦发现有假钞就会出现错误字样 优资声援警透露几乎没听过 有人会到金融机构存居额假钞 怀疑是有不法集团把女子当成实验白老鼠 想看看能不能骗过邮局 也将深入追查幕后的犯罪集团 谢谢观看林一新 TEPP报道